我时不时还会听说 一些老一辈的叔叔说 Proton的车是Mailot Gok 做的Mailot Dinn 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 我内心就不禁摇头翻白眼 要知道 在近来这10年 Proton对于被动安全 防撞方面下的功夫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比如说像之前的Proton Preve 它在Asian NCAP的成绩 就胜过了很多当年的 日系韩系的同级轿车 然后现在我们今天影片的主角 X70也不例外 经过这个Asian NCAP的测试之下 它甚至在综合防撞评分那里 还胜过CRV一点点 所以呢 你可以不接受这个事实 你可以继续说它是Mailot Gok 你甚至可以在你家后院 自己做一个你自己的防撞测试 你可以取名作 Kanina Cap 我认为呢 利益是最忠心的朋友 价钱够便宜才是王道啊 在过去的2020年6月呢 Proton Malaysia 当月就卖出了1900多台的X70 X70呢是马来西亚C-Segment SUV里面的销售冠军 身为大马国产SUV一哥的这个X70呢 是基于吉利汽车集团的吉利博越打造的 在免关税政策的优惠下呢 X70有着清明的售价还有丰富的配备 配备方面呢我提一下我个人觉得重要的重点啦 这个X70我觉得你买的那个Premium spec会比较好 也就是目前卖119000的那一个 就是第二贵的那一个啦 动力方面呢 这台X70啊 它搭载了1.8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这台车呢 在5500转的时候就爆发出181匹的马力 还有300nm的扭力 在1750转到4000转的时候啊 所以说这么一算呢 这辆车在4000转的时候就已经爆发出169匹的马力 想必这样子的动力表现呢 它的加速应该是不错的 变速箱方面呢 它搭载了7速144双离合 不要怕啊 144双离合就是Weight Crush 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扭力输出啊 然后这部牙箱呢 它调慢了换挡的速度 据原厂声称啊 这样可以提高牙箱的耐用程度 在安全方面呢 这台车它具备了 智能自动高灯 前方自动刹车 自动跟车 就是Active Cruise Control 盲点侦测 还有胎压监测 然后在外形方面呢 这个Premium Spec 它有19寸的这个Rim 然后电动尾门呢 有附加这个Kick sensor 然后在配备方面呢 这台车具备这个上网数据 有4G跟WiFi 还有最特别的就是啊 它采用和Mercedes-Benz同一个供应商的 Voice Command 智能声控系统 它这个High Proton智能声控系统呢 它可以帮你调冷气啊 开窗啊 帮你导航啊 而且经过测试呢 它是听得懂马来西亚的英文啊 所以你不需要啊 念到自证枪原下 按摩这种Slang它才听得懂 你用马来西亚的英文 它照样听得懂 那一种方面呢 它有Napa Leather 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啊 就是啊 它有车内空气进化系统 所以这个对马来西亚这种 污染严重的地方来说是蛮好的啦 然后呢 有一次有一个顾客啊 他告诉我 他货比三家了之后啊 他决定要买X70 我并没有反对 因为呢 它的旧车啊 用了十年 里数才走了四万公里 所以说一年才四千公里的里数耶 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算呢 它如果用CS5 2.0 High 这一家卖150千的SUV呢 它如果十年下来走了四万公里啊 平均一公里的用车成本是 3块7毛5 如果他买的是这个X70 Premium 119千的这个SPAC呢 它119千除以四万公里 一公里的成本才2块9毛7 换而言之 如果它用的是CS5的话呢 它十年下来啊 它每一公里都多了七毛钱啊 因为那个车价很贵嘛 然后这位顾客呢 他只是有空啊 在市区再在家人出门吃饭啊 去买菜啊 几乎没有跑远路哦 在这样的情况下啊 不管你MASTA多么好家啊 多么人马一体啊 多么享受啊 GVC过弯多么平稳啊 操控极好 这些东西其实 对它来说都不重要 省下三四千在Pocket才是王道啊 所以啊 钞票跟利益啊 永远是你最中心的朋友 你要记得 然后呢 之前我听过一个蛮可笑的东西就是啊 有Proton的Salesman对客户说呢 这一台X70它用的是Vovo的零件 用的是Vovo的铁 哇好够力哦 这样的价钱啊 119千买到Vovo的材料 呃 我想问一个问题啦 如果它用Vovo的材料 那么它的维修费会不会跟Vovo一样贵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啊 讲这些话 ProtonSalesman回答不到我 因为呢 它们自己已经自相矛盾 你想都知道嘛 Vovo三百多千的车 做生意不是做慈善的 你百多千的车 去放人家三百多千的料 你吃啥了是吗 然后它的驾驶感受呢 从试驾过X70的顾客口中 我得知啊 这辆车啊 开起来很安静 它的隔音不错 只是过完的时候啊 它的车声轻车比较严重啊 可能它过弯的稳定性比较差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路上遇到直路 总是多过弯路啊 总结来说 我觉得啊 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呢 驾驶体验啊 跟价钱啊 价钱是重要过驾驶体验的 为什么呢 体验不能当放肆啊 朋友 所以呢 我很感恩 那些给我买MASTA车的顾客 还有所有买MASTA车的顾客 因为呢 你们都把驾驶体验看得很重 你们都感觉到MASTA的用心 所以 我在此 谢谢你们 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以前玩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我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我是Mr.Lo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你 谢谢你